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就连婚礼上的鲜花都是从巴黎空运到香港布置的 可谓是奢侈至极 李文仿佛是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放在了这场婚姻当中 那个曾经活得像向日葵一样的姑娘 终于还是嫁为了人妻 只是作为李文的丈夫乐玉明 却难以让人相信这段婚姻能够长久 因为他不仅离异带两个小孩 而且还比他大了16岁 一个换男友如换衣服的女人 和一个离异带孩子的男人 他们的婚姻会如这一场花费一千万美金的婚礼一般 让人感到幸福吗 1975年李美玲出生于香港 在他9岁的时候全家移居美国 1991年16岁的李文获得了 加美国妙龄小姐选美获得冠军 次年参加美国加州地区歌唱大赛并获得冠军 1993年回到香港的李美玲 参加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办的节目 新秀歌唱大赛 一举夺得第三名 当年一起参赛的 还有后来在歌谈混得风生水起的 许志安 郑秀文 以及后来因为出演段玉一绝 而火爆大江南北的陈浩明等等 也是在这一年签约到香港华新唱片公司旗下 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 Coco李文 香港华新唱片公司在当时并不是很出名 但尽管如此 进入公司一年后 李文发了个人的首张专辑 爱就要趁现在 专辑大卖 销售量高达20万张 打扮时髦唱腔独特的李文 因此进入歌谈 虽然专辑大卖了 还是新人的李文 并未因此而一炮而红 发专辑之后 两个多月都没拿到一个通告 那时候李文最难渴望的 就是能够将自己展现给观众 给歌迷 直到不久之后 受到张飞和飞玉清主持的 龙兄虎弟的邀请 才渐渐有了曝光率 费老师放得很开 而李文虽然国语说的不好 却盛在卖力搞笑 唱功又十分惊人 很快便开始窜红 顺带带动专辑的销售量 成为公司唯一赚钱的摇钱术 光1995年就出了四张专辑 张张大卖 销售量破百万 在那个没有粉丝打榜 做数据的年代 每卖出一张唱片 都是实打实受到歌迷的喜欢 1996年 李文被金牌制作人摇签选中 跳槽到台湾索尼音乐 也是在这里 李文遇到了自己的 第一位绯闻男友 王力宏 1998年 李文进入索尼音乐后 发布了第一张专辑 一手滴答滴 让李文火遍大江南北 也正式奠定了 亚洲性感小天后的位置 专辑大卖 三个月之内超过180万张 也是在这年 王力宏投入索尼音乐 和李文成为 同一个公司的艺人 早在进入公司之前 王力宏已经名声在外 一家人都是学霸 名校毕业 王力宏也是学霸 在音乐方面才华横溢 在前公司服帽唱片时 就成了金曲奖 最年轻的双料歌王 那一年 王力宏才23岁 对于这位新晋公司的小师弟 李文也从不避讳 自己对他的欣赏 在接受采访 玩配对游戏的时候 还坦言 王力宏能给我安全感 遗憾的是 这位能给李文安全感的 阳光大男生 和他仅仅止步于绯闻 没有进一步发展 2000年 李文的野心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台湾 和香港地区 他有更大的梦想 将音乐带到世界 公司也着力将李文 推向国际化路线 推出真情人 You and Me 成为首位 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 华人歌手 也是首位全球发行 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 隔一年 李文推出专辑 Promise 其中就包括 周杰伦为他 两身打造的刀马蛋 也是在这时候 李文和周杰伦产生了绯闻 彼时周杰伦刚出道不久 李文还提供了不少帮助 可是这段绯闻 并未持续太久 因为没多久 李文又有了新的绯闻 2002年 在李文发新专辑的时候 MV的男主角 撬定了是当时 还没多少名气的安智杰 音系生情的戏码 在演艺圈并不少见 可在拍视MV时 磨擦出感情 还是比较少见 相恋之后 两人有一段甜蜜的时光 但后来渐渐发现 性格不太合 就分手了 据说当时是 安智杰受不了李文的不成熟 而李文则对安智杰的黏人 颇感头疼 分手之后 安智杰转而俘获了 谢霆锋妹妹 谢婷婷的芳心 这段恋情也就划上了句号 和安智杰分手之后 李文和同文师兄张瑞哲 开启了新的恋情 这也是李文 唯一承认的绯闻男友 可惜这段恋情 也比较狗血 坊间传闻 由于张慧妹的妹妹 张慧春的介入 导致了两人的感情破裂 而张瑞哲后来在2008年 迎娶附加千金 这段感情也画上了句号 兜兜转转 和现任老公 乐玉明结婚时 李文已经36岁 这段婚姻 从时间线上来看 并不太光彩 乐玉明是香港 立丰集团的总裁 兼数十家公司的董事 身价惊人 和李文认识于2003年 对性感的李文一见钟情 但乐玉明原本就有一段婚姻 并且有两个女儿 而这时候的李文还和同门师兄谈着恋爱 这就有做小三的嫌疑 一开始在乐玉明的猛烈追求之下 李文也有些不适应 还将两位姐姐拉来当电灯泡 可是架不住男友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投入到对方的怀抱里 2011年 结束八年长跑 和乐玉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豪华的婚礼 一点不比黄晓明和杨颖的世纪婚礼差 光花费就高达1.5亿元 婚礼现场还请来了火星哥 比昂斯 腔姐 Alicia Kiss 黑眼痘痘 这内服洛佩兹等人轮番献唱 极尽奢华 而且乐玉明选择和李文财产共享 可见当年确实是爱过 要知道现在有钱人经着呢 多的是婚前签协议 保住自己家产的 乐玉明结婚之后 他才明白 婚姻是一种依靠 是他生活里的惊喜 乐玉明很尊重他 让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工作 唱自己喜欢的歌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管着他 但那也不意味着乐玉明不爱他 每一年李文的生日 乐玉明都会放下手上的工作 无论李文在哪里 他都会不远万里的 飞到李文的身边陪他庆生 2016年 李文因患上急性肢气管炎 而完全失声 喉咙出现严重状况 差点不能再唱歌 幸好有丈夫和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最后李文才一点点恢复过来 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 恰逢李文的生日 李文本以为乐玉明会像往常一样 来到他身边陪他 但乐玉明却说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 实在是过不来 李文虽然嘴上说没事 但心里还是有些许难过 但没想到乐玉明是故意逗李文的 到李文生日那天 乐玉明推着生日蛋糕 缓缓走到李文面前 乐玉明也大方的在所有人面前亲了一下李文 还暖心的说不好意思 对你说谎了 李文自从看到乐玉明之后 就忍不住掉眼泪 一开始是因为感动和开心 二就是因为自己工作真的太忙了 真的忽略了丈夫的感受 长时间不见思念至极 乐玉明用多年的温柔和浪漫 一点一滴治愈了李文的婚姻恐惧症 也让李文变得越来越爱他 可是结婚几年始终没有孩子 两人的婚姻一丝亮了红灯 李文自曝去美国做过试管婴儿 九次人工受孕都没成功 曾经为了生孩子 每天都打牌乱争但就是怀不上 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蛛丝马气 也暴露两人的婚姻确实有点不太对 以往乐玉明生日他俩都大秀恩爱 但是1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李文在硬死发的文章链接 是针对感情破裂的人做的心理辅导 李文还发微博要医治破碎的心灵 520当天李文剪了短发 似乎有种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意思 无所不知的港媒甚至爆料陆玉明养了小三 李文姐姐火速辟谣说这是私事 李文在自我检讨 什么事不方便说 李文也发文说 在爱与被爱中辟谣婚变 去年元宵节一家四口终于合体 算是更有力的辟谣了 近日李文粉紫色喇叭裤的复古造型 亮相于生生不惜的舞台上 再度以他独特的嗓音为我们演唱 真的想见你 歌声依旧让人叫绝 不过让人惊讶的除了李文的歌声 还有她的身材 一个47岁的女人能够如李文一般保持身材 实在是让人佩服 想必李文背后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锻炼的吧 从18岁到47岁 李文在歌坛里足足奋斗了将近30年的时间 为我们带来了一首又一首动听的歌曲 很多人听了李文的人生故事 都觉得是玛丽苏剧情 但很多时候她的幸福 都是自己一点点努力换来的 作为一个歌手 2016年那场病痛足以将她打击到谷底 但她没有放弃 而是重新开始学习唱歌 学习音符 最后才实现谷底反弹 一举拿下了歌王的称号 作为妻子 我们可能只看到了乐玉民对李文的贴心和温柔 但背后李文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来维持 单单就她能够将乐玉民的两个孩子当作朋友这件事 她就值得乐玉民对她好一辈子 但相爱容易相守难 一见钟情容易 但八年的坚守和十一年的不离不弃难 特别是对于他们而言 没有孩子作为他们婚姻的纽扣 十一年了还如此恩爱幸福 实属难得 曾经李文谈过自己原生家庭的不幸 因为家里没有父亲 所以李文从小就很要强独立 不喜欢麻烦别人 也不习惯依靠他人 过得多多少少有些孤独 但现在乐玉民的出现 弥补了她内心所有的遗憾和缺口 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有爱自己的丈夫 李文的人生或许真的只差一个孩子 但人生何处没有遗憾 诱惑者没有都是命中注定 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